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,主量内容是周星驰,当年我被向太打压,整个娱乐圈就五国人挺我,一辈子感恩,小编提醒,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添加小铃铛,要说喜剧界中最顶级的人物,自然就是周星驰了,这么多年来,凭借着他独创的周氏,幽默获得了无数人的认可,也打破了常规的喜剧片模式,所以他受到大家尊重, 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,毕竟他带给娱乐圈的是一个里程碑般的贡献,但就像所有人都知道的,天才一般都是孤独的,很多明星在镜头前面,都公开表示过,和周星驰谈不完,甚至陈百祥也说过,认为周星驰是一个天才,但是并不是合作朋友,所以有很多和周星驰,一起合作过的演员们,都和他闹掰了,甚至连曾经的至交好友吴梦达, 红金宝等等都一个个离他远去,当年和周星驰闹掰的演员有无数个,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自然就是红金宝,当初他们两个人的配合也是十分默契,但是到底是什么? 惹得红金宝在镜头前面说,周星驰只把自己当人,把其他人都当成狗了,其实这都是源于周星驰对于艺术的至高追求,所以在演戏的时候,只要他有认为做得不够到位的地方,就会十分的不满意,而且要他不断纠正,不断地按照自己想要的状态来, 的确,这要是谁都会受不了的吧,除了红金宝,曾经周星驰也被向太夫妇一起针对过,有一个日时间,由于郭碧婷和他们儿子向左的感情问题,闹得沸沸扬凉的,甚至逼得向太深夜发长文来谈感情, 这些事情于是引得网友议论纷纷,很多人一定好奇为什么,像太在他们的感情,生活上这样的插手,其实因为当年在香港娱乐圈,像华翔夫妇拥有着无上的地位,无论是谁,在他们面前不敢大声说话,而说起他和周星驰还要提到一篇文章了,曾经有一篇杂志,上面刊得了一篇,叫做《为什么这么多人推周星驰》,这篇文章一发布, 引得无数人热议,因为其中也透露过一点,曾经周星驰想要移民去加拿大,却被向华翔夫妇以强大的背景压制了下来,很快,这篇文章也受到了向太的关注,虽然和往常一样,周星驰并没有回应这篇文章的内容,但是向太却认为这一篇文章,就是周星驰自己写的,用来诋毁他们而已, 正是因为这件事,让周星驰和向华强夫妇缘分走到了终点,当时向太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,认为周星驰是个白脸狼,不懂感恩,当年他如此落魄,是向华强给了他许多资源和财力,让他走出困境, 现在的他红火起来了,就忘了本,正是因为这样一番话,使得整个娱乐圈都孤立周星驰,包括曾经和他至交好友吴梦达,刘青云,洪金宝等等,大家都站在了向太这边,不过还是有少数和周星驰比较契合的人,选择站在周星驰的背后,大家都知道,刘德华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好人员,到现在,周星驰的至交好友里面,可能就只剩下刘德华, 虽然向太对刘德华的恩情也是巨大的,但是在这件事情上,刘德华还是站在了周星驰的背后,而因为周星驰的糖果普遍秋香,一炮而红的郑佩佩,这一次也选择了,站在周星驰的背后,因为如果没有这件事情,他就不能拥有爆火的机会,在镜头前面郑佩佩,也表示过自己这一选择的原因,就是因为做人要知恩福报,不能忘恩负义, 还有两位就是新女昂张雨琪和莫文蔚两个人,这两个人也是和郑佩佩一样,通过周星驰导演的作品《炮而红》,曾经的莫文蔚和周星驰还闹过绯闻,但是两人都没有出面承认过,莫文蔚只会在镜头前面赞扬周星驰,认为他人很好,对演员也很友善,张雨琪虽然和周星驰解约了, 但是他并没有像黄胜一那样闹上法庭,不肯赔违约款,在张雨琪心意觉得,自己想要解约就必须得支付这个违约金,而且解约之后,他和周星驰的关系也是十分要好,当时他出演的《美人鱼》,也是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,并且当时他也是没有要任何的报酬,只是为了还周星驰一份恩情, 最后一位就是有着女版周星驰之称的吴君如,和周星驰一样,吴君如敢于为艺术牺牲,而且他们两个人的喜剧风格也比较相似,所以私底下的关系也十分要好,当他的好朋友背向太无影时,他也勇敢地站出来支持周星驰,虽然周星驰受到了许多人的非议,但是也许正是这种,大部分人都孤立他的情况,才让他真正看清楚了,谁才是他真正的朋友, 而周星驰表示,这五位站出来挺他的朋友,他会感恩一辈子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订阅,添加小铃铛不迷路